同学们好 唱花主要的材料是选择自然中的花、枝、草、叶 从花材到作品 对花材的选择和修整非常重要 这节课我们就叶材的使用方法和技巧 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我们可以根据外观特征 把叶材封成线条形、叶面形、颜色和质感形 比如这种三尾葵 约尾花的叶子 芥叶 还有这个土麦冬等等 都是属于线条形的叶材 在作品中主要表现其优美的线条 正是利用仓服的曲线营造的一种拱门的视觉感 把几多小花簇拥在门前门后 营造了一种生缘感 这是利用戒业、侧颜的优美曲线感和正严的硬朗挺麻感 衬托主花更加交叶 这是直、曲、柔形成的对比 作品简单而有韵律 这个作品也是直立、弯曲和娇柔的对比 这个作品中直立的芒草给作品带来了向上的延伸感 这个作品利用线条的交叉 使两片叶子相互关联、相互配合 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感 我们还可以将两种不同质改的线条形的叶材搭配使用 纤细的麦冬和宽大的巴西叶搭配 三尾葵和细枝条搭配使作品富有动态美 比如八角、这种一叶兰 还有呢,龟碑叶、羊齿叶等等 这些都属于叶面型的花材 像这个三尾葵 我们既可以利用它的侧眼表现它的曲线 这样子的话呢,就属于线条形的叶材 也可以利用它宽大的叶面 面向观众 把它作为叶面型的叶材 这一类叶面型的叶材 面积比较大 能够更好的展示它的形状和颜色 叶面型的花材往往和蟹条形的花材进行搭配 通过不同大小、不同角度的花材的搭配使用 更加清晰地张写了蟹条的轮廓 突出了叶面型花材的存在感 使作品展现出一种独特的韵律感 我们还可以利用叶片的正面和背面 不同的质感 不同的颜色进行搭配 增加作品的灵动感 这个作品中的八角叶 一个是通过解切 形成不同的大小和形状 还有一个就是进行了正反面的搭配 第三类是颜色和质感型 这一类植物主要指具有独特的个性 或者色彩的叶材 比如营叶菊 具有银白色的柔毛 可以与纯色的花卉搭配 使整个作品更加典雅大方 具有层次感 比如文竹 叶片细小稠密 体态轻盈 营造出柔美灵动 轻松舒展的作品造型 这几个作品中的细碎的叶片 营绕在花朵周围 展现了更为丰富 更具立体感的表情 营造出了一种生机勃勃的韵律 在使用叶材时 可以利用叶材的自然姿态 也可以对叶材进行整形 使作品开起来更加饱满 更加生动 下面我们介绍一些叶材的使用技巧 第一种是脚型 脚型就是把织物的织径 扭弯出美丽的曲线 我们可以根据叶片 织径材质的不同 需要弯折的形状的不同 可以使用不同的手法 勾勒出不同的曲线叶化 对于这种有一定润性的 和柔度的这种叶材 我们可以用大拇指抵住需要弯曲的地方 轻轻折弯出弯曲以后的枝叶 呈现出五栋的线条杆 对于这种木本的枝条 我们可以用枣心温暖枝条 双手用力稍稍握弯 作品展现出优美的曲线 表现出植物生发向上的变化旋律 对于这种柔软的叶子 我们可以用手指掳动叶片 这样叶片更加灵动 是有风舞的感觉 表现出了一种轻盈的动感之美 第二种方式是弯折 弯折可以塑造出叶材 原本不具备的形态 这个是水竹叶 我们首先要根据造型 事先考虑好弯折的位置 才能够一次刀位 在这些作品中 弯折的水竹叶体现出了空间感 在直线条的水竹叶的蹭托下 太阳花和小飞叶洋溢出更为丰富的表情 这个作品中 弯折的约尾叶 为作品增贴了韵味 使造型不再单调 这个三尾葵的叶片 经过解切后弯折 呈现出两个向上的箭头 丰富了作品的中上部 突出了三尾葵的存在感 是作品的点睛之笔 三是卷须 卷须可以分成几种方式 一是对于比较柔软的叶片 我们可以先塑造出理想的形状 比如呢 整个叶片先卷成一个环 可以直接这样固定 直接这样插入剑扇 可以这样固定 也可以用铁丝或者丁树机固定 由太阳花和蓝色小飞叶 组成的作品中 加上了圆形的芥叶 使作品更有设计感 还有一种方法 是在叶片尖端上绕圈 也可以用铁丝在这个位置 或者用丁树丁在这个位置进行固定 叶片卷成类似花朵的形状 既有趣又有艺术表现力 想在作品中加入轻盈的曲线时 可以利用这种方法 把叶片用力缠绕在手指或铅笔上 松开后就会形成自然的卷曲效果 这是利用绿色轻盈的土麦冬和杨牡丹 完成的集结风格的插花作品 这个作品中的芥叶 就是用这种方法进行卷曲 卷曲的芥叶和直立的芥叶 形成硬朗和柔美的对比 第四种方式是解切 对于叶材的解切 并不仅仅是为了调节叶材的大小 还可以更美地展示叶材的观赏效果 比如八角叶 我们可以根据作品的造型需要 解切出各种不同的造型 这个是顺着叶脉解出纤细的叶片 这个是减少叶片的面积 解成圆形和长方形 比如这个作品中的八角叶 经过解切后 整体形象随之完全改变 和未经解切的八角叶相比 呈现出清爽透气的作品风格 而三尾葵 织镜上有纤细的叶片 常常采用解切的方法 解去部分的叶片 使其更加轻盈灵动 常见的方法有 像这个 解去下部的叶片 强调了下部的曲线 突出了上部叶片 优美的流动感 这个是切去了半边的叶片 主要是呢 为了解清叶材的重量 表现出流畅的旋律 这是利用叶片的下部 这个也是利用叶片的下部 割两片叶片 解去两片叶片 这样子呢 使花材更加轻盈 透气 这是下部的半边解切 还可以呢 解小叶片的长度 剪成小面积的叶片 我们可以跟它原来 没有解切过的 对比一下 总之我们要根据 塑造的花形特点 进行适当的解切与角形 使其与整个作品的大小 相协调 气质 相配 获得整体的平衡效果 这个作品 左侧两只剪去了下侧的叶片 强调了下部的曲线 突出了上部叶片 优美的流动感 右侧的一只 用了下部的半面解切 稳定了作品的下部 这个作品将半面解切 和卷曲相结合 赋予了素材多样的面貌 这几个作品 对硅背叶的解切 主要是改变了叶片的厚重感 这个作品利用解切 改叶叶面的大小和形状 同时搭配叶片的正面和背面 赋予了每片八角叶 不同的形态和表情 给作品增贴了趣味和灵动感 第五种技法是使用铁丝 在插花艺术中 铁丝是非常常见的辅助手法 可以让叶柴在作品中 达到理想的造型效果 铁丝的使用技法也是多样的 第一种是穿入法 像这种叶柴的镜交出 而且空心的情况下面 可以将铁丝穿入液镜中 钢丝要深入到需要弯曲的位置为止 注意不要扎破叶片而外露 我们需要在这个位置进行弯曲 那么为了怕钢丝穿出这个织镜 所以裁上胶带以后再进行弯折 这样不仅能够保持弯曲后的形状 还可以使植物开起来更有生命力 赋予作品更加丰富的变化 第二种方式是游形空扎法 将铁丝弯成游形 辅着在需要弯曲的部位的上部 用透明胶带子把两头固定好 这样就可以自由弯曲到理想的角度 第三种是十字捆绑法 对于既穿不进去又粗壮的树枝 可以用接近树枝颜色的铁丝 直接交叉捆绑 然后再弯曲到理想的角度造型 这样既可以塑造形状 又不容易一下子折断树枝 还有很多手法可以将自然的叶材 塑造出更加优美奇特的形状 同学们可以多动手 多思考一些简单有效的方法 我们共同交流学习 绑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再见